8月10日上午8年 我们来到龙华兵馆送别王文娟老师 王文娟作为当今乐职界最后一位开宗立派的泰斗人物 她的仪式在全球华人文化圈引起震动 8月6日 上海乐职院作为王文娟大师生前所在单位发布权威公告 定于8月10日在龙华兵馆大厅举办隆重悼念仪式 全球华人从港台到欧美 从两广到东北 不论是否喜爱乐职 都想方设法的要冲破疫情阻碍 亲临上海龙华参加制造会 人人都翘首盼望着一场送给乐职最后辉煌的圣打葬礼 然而 随后乐职院发布一则令人震惊的公告 建议大家网上悼念 拒绝群众自发来访 虽是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 但寥寥无几的送葬人群 必将为乐职最后宗师死后应有的爱荣 平添了一抹遗憾 下面我将通过镜头 为不能到场参加追悼会的朋友 戏迷 观众 戏曲爱好者和王太子弟门徒 多角度 全方位 立体化 展示追悼会的全程实况 虽然公告的是下了禁足令 但是当我走进荣华人士 发现陆续有不少老年戏迷来访 现在是上午8点33分 王文娟老师的女儿孙庆元 女婿朱建民 外孙女朱凯家 老保姆在荣华职工的引领下 手捧着王文娟的一项 缓缓不如场序 王老师的女儿女婿都发生的不错 女婿朱建民 现任世界500强 国际汽车零部件 龙头企业 二台区的副总裁 外孙的朱凯文 是在国外深造 我还看到了身穿灰磁T恤的 乐职院副院长察亮节 满身大汉 后背湿透 这位1999级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 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现在成为了乐职船系统副所长 随着王文娟手捧一项的进入 越来越多的老年观众和粉丝 开始聚集 不放过一丝机会 可以闯入王鬼蓝 出入大厅 然而 荣华宝日将广场外的三个卡口 指手严密 不许任何不再受邀之列的普通观众进入 这次进场 必须凭证入内的 200张的准入证是给亲属 领导贵宾的 50张媒体证是给各电视台和纸媒的 然而实际上呢 50张媒体证并没有全部发出 可见媒体的来访时不如 徐玉兰傅全乡当时多 另外有 工作证50张是给龙华人员和乐职院 参与操办此事的职工 好的 走进大厅 现在是上午8点53分 花圈都是昨晚摆设到位 在大厅的左侧 陌生网友和来自浙江毫无名气的王派传人花栏 完全被忽略了 只是在撑场面 因此都在堆在不起眼的门厅 右侧门厅的相对开阔 摆放的是上海乐职院 经济院职工和盛州亲属的花栏 沿左侧往里深入呢 我们会看到稍微耀眼的名字 像上长荣 古好好林景平 黄慧 杨平纳 王乳刚 李敏 在大厅的右侧最外的一排 会看到更多的令人瞩目的领导的名字 像高占祥 刘云根 龚薛平 殷一崔 董云虎 龚正 铁宁 等一直到中央的领导层 会看到更多的领导层 这边会看到更多的领导层 这边不够的领导层 总此词 不够的领导层 大厅的领导层 可知 可知 小莲 在大厅的左侧靠墙呢 都是来自江浙户的文艺单位和宣传条线机关的花篮 因此对于王文娟这样的大人物的趣事 如何现花篮 如何摆花篮都有精致的讲究 名字的前后体现的是地位的高低 一旦放错了就会招人画饼 而中央领导现花篮的多少 代表了乐剧这个剧种在中国地位的高低 袁雪芬在2011年2月的追悼会上 中央领导进现的花篮就比王文娟要多 足以见袁雪芬的乐剧老大地位 雄霸天下无人能及 ле道大地位的高低 小学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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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